我們服務了樂華村已經有十五年 我們舉辦了一個 智翠同樂約的開放日活動 我們希望能夠讓社區人士 進一步近距離和我們的學員有接觸 也都認識我們中心的服務 打破大家的格幕 希望促進到社區的共用 ooo 倫敵 我們有一個毛巾粗的表演 每年跟我們方華中心的義工小組 會教大家街坊去怎樣學習 這個運動是會有益心心健康 這個活動令同學和街坊有一個緊密的接觸 找街坊認識我們的同學 也想社會人士知道我們的同學都有這個能力 可以做到社區共融的效果 今天我們安華中心除了有不同的攤位遊戲之外 我這裏也有手工藝的展銷 其實就是我們學員不同的能力 不同的喜好 在當中教授他們製作一些不同的手工藝品 有拼砌的 有喜歡做卷子的 有些喜歡做拆黏土的 很希望今天透過這個展銷 讓社區人士認識到我們學員不同的能力 去欣賞他們各方面的藝術才能 除此之外我們也讓學員擔當一個售賣者 他們自己去推銷他們自己的手工藝品 也得到很多街坊的賞識 他們也購買了不同的手工藝品 讓他們跟社區人士 一些不認識的人都可以共融 可以多一些溝通 誰是你有份做的 一般人對於智障人士的感覺 就是他們的能力是比較低的 但是街坊參加了我們智翠同樂日這個活動之後 看到學員的一些藝術作品 看到他們的表演 街坊都會認為這個活動是很有意思 我們也希望透過這些活動 能夠讓新生的一代接觸到智障人士 能夠更加接受到智障人士 令社區更加和諧、友善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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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